好中国 欢迎回来 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 与打赏主播相关的犯罪案件 也是屡见不鲜 为了一时的虚荣 不少人走上了犯罪道路 近日江苏淮安警方 是抓获了一名 盗窃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刘某 刘某违法犯罪得来的钱 大部分都打赏了女主播 3月27日凌晨 新安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 称车内7万元现金被盗